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佳能转卖店 其实都是数码相机了 这我就意外发现它有一个冷柜 冷柜里就摆了这么一盒富士的胶卷 我说您这120胶卷挺有意思 我从来都没见过 师傅说这卷早就过期了 但是你要要的话那也可以买 于是我就把它买回家了 经过这么多年 其实也是拍的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仔细 我至今一共是拍摄了三卷 第一卷拍的什么内容我已经有点记不清了 那么第二卷是在加拿大 使用这个Mamiya C220拍摄了一些秋天的景色 那么这次回国之后 冰箱里面还剩了这么两卷 我就想说 应该带出去拍一拍 想看一看这个胶卷的表现怎么样 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才发现 这胶卷竟然有这个彩富之王的美誉 那我就更感兴趣了 不是 于是我就和菲菲 我的好朋友 到了青岛的老城区 去探访了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废弃的一个别墅 是在龙口路36号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再去搜寻关于龙口路36号的资料 你就会发现 这栋楼其实还是有很多传奇故事的 那么据说 军统教父戴笠 他的最后一晚 就是在这栋别墅里度过的 由于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说很多人都把这个楼叫做鬼楼 当然叫做鬼楼的原因 也不单单是因为这故事 而是因为这栋别墅的四周 它爬满了这个爬山湖 几乎把整栋楼完全都覆盖掉了 平时夏天从这路过的时候 就是绿油油的一片 而到冬天的时候 当叶子都掉光的时候 就只剩下那些枝枝慢慢覆盖了整栋楼 确实有一点点阴森的感觉 接下来我就在前一阵 这栋楼的院子意外就开放了 于是我后的朋友就抓住短暂的机会 进入到了这栋建筑物里 去一探究竟 我们经过测光之后呢 我是采用了这个光圈11和快门速度2分之1秒的这么一个组合 但由于这个冰的67的这个机阵非常的大 刚才在拍摄那一张底片的时候 上一张的时候 用的是1分之1秒的曝光 但是我没有开这个反光板预生 所以能感觉到这个机器很明显的 包括我这个架子 因为它中周比较高 它是降不下来的 当然也是这个架子的问题 它是不是太稳定的一个结构 因为它比较便携嘛 所以说在那张拍摄之后呢 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机器有一点点的震动 所以说冰的67 这个带反光板预生的这个版本呢 就比较不错 我们就可以把反光板预生打开 然后再进行拍摄 这样呢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它的这个震动 然后1分之1秒的曝光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样呢就可以把激震降到最低 不知道画面能拍成什么样子 我说看吧 什么材质 什么材质 嗯 嗯 二刀 狗帮的 两刀 三十四 这是两刀 三零四 我这在做错的是 四三十分之一秒 准 准 准 哦 屌 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不是 我是在在在在在 你这是看广的吗 不是 你说我是拂了广吗 不是 我是在算嘛 算高光阴影 然后全算了完之后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 这么个值 不是 你发信学了 不是 我在转一 不是 我在转一 转 那十一 四分之一秒那样的话就是 没过片 老师过片不过片 我记得你为什么要做话 你是在 我在提醒我自己 一定要记得过片 你能看吗 开了啊 这急震太大了 真是 那现在呢 换上了一只这个1052.4的这个镜头 这个泰国码的头呢 它有这个发黄的这种通病 这可能当年用的这玻璃呢 里面是这种 就属于什么玻璃 蓝细玻璃 是吧 就会发黄 所以它现在看着这个吊子非常非常暖 还是一样 紧身预生 这个反光板预生 我能感觉到这个地板都在晃 所以就要很轻很轻 就要当年用的 这样装挂着好 可以 拍了啊 又没过片了 准备好 3 2 1 做文坏茶 对 这厕所这个颜色太棒了 不知道这个卷能拍出来什么样子 进来测个光 底下垫的是个软的 5.6 5.6肯定不带5.6吧 11和5.6之间差2 差2打 15秒8 单发15秒 单发15秒 打到闭门 过篇 321 走 那样片看完了 不知道你对这个瑞拉100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先和你聊一聊我对这胶卷的感受 首先不得不说 富士胶卷一如既往的 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就是因为它在每一每拍摄之后 它总有一个胶带可以很方便的将120胶卷缠住 就不像你用什么伊尔夫啊 柯达啊 你总要说舔一舔 然后把它再沾上 再说现在这疫情嘛 是吧 你又增加了一个传播的手段 那么富士胶卷就是感净又卫生 那我们先暂且抛开这个富士人性化的设计 我们先不谈 那么这个胶卷的颜色真的是太令我感到惊喜了 那么首先一点呢 是它的颗粒十分的细腻 放大之后呢看也是觉得非常的不错 那么再有一点呢 就是整个画面给我的感觉就是透 空间包括颜色都分的特别开 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的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在室内环境这种高光和阴影的这种处理 我觉得这个胶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有这富片之王的美誉 我觉得真的是师之名的 当然了好的胶卷也要配好的机器 那么跟大家也聊一聊 我对这个宾德67真的是重 我对宾德67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机器呢 我其实并没有在之前的节目中对它进行过介绍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去介绍了 介绍这台机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至于为什么呢 太简单了 就是因为这机器做的真的是太优秀了 那么这个机器呢 在这次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 它的震动真的是太强了 我之前的话会觉得说它比较大 但是我没想到说这次拍摄 那种感受就变得更明显了一点 它的急震好像是在 我感觉是到三十分之一秒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不太信任它了 真的是太震了 所以说它震了 但是又不得不说 它的这个快门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 我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中华夫机器里面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宾德67的这个快门声音 是最好听的快门声音 就真的有点像拴动步枪的感觉 非常的脆 就特别棒 当然了棒归棒 用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 把这个杆推上去 然后这个直上架子 然后拍摄 那么我的这个机器呢 它带了一个这个侧光顶 侧光是一个联动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它会在这儿呢 会比普通的这个五棱镜 会高出那么一丢丢 也是蛮好看的 但是呢我并没有配那个手柄 没有 而且现在的话这个手柄也是比较贵的 我觉得也就无所谓了 有这么一个相机背带 平时可能会挂在脖子上 但是对颈椎的压力 确实也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这次拍摄的时候呢 大多数镜头都是用这个55毫米的这个镜头去拍摄的 光圈呢是4 所以说也会发现说这个机器它的对焦 其实是挺麻烦的 在使用广角的时候 F4在室内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以看清这个对焦点 到底是怎么样子 需要你对的非常非常的仔细 那么也有一部分镜头呢 我是换了这个105 也是这个賓德67上最传奇的一支镜头 105 2.4 那么这颗头呢 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 底儿呢 有点黑 看不清 这颗太空麻的105 2.4 折光照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确实呢它光圈大了一点 对焦的时候呢稍微方便一点 然后这个对焦组的手感真的是超级棒 但是有一点 对它带辐射 所以说它的玻璃呢 应该是当年用的这个蓝锡玻璃都已经有点发黄了 也不能说有点发黄 其实是非常黄 那我们对比这两张图就会发现 五十五毫米的镜头呢 它拍摄出来的画面其实是偏一点冷掉的 但是这个105的镜头都已经完全偏暖掉了 所以黄玻璃它对画面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你肉眼看的话都已经非常黄了 而且这颗头有辐射的话 就是说你们就不要抱着它睡觉了 虽然说你很亲你的机器对吧 但是还是离你的头远一点 不要一直贴着它 所以说可能盖上镜头盖之后 可能辐射就已经能阻挡住了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和人贴的比较近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问题 虽然这镜头非常的不错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头其实原来我在使用的时候 一旦用到这个最大光圈 经常虚焦 真的是经常虚焦 我们可能有时候太追求这大光圈 有的时候也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你追求这么大光圈 结果拍Razone都是虚的 其实有时候就挺闹心的那件事情 我想给它盖上 这就是我对冰德67的一些个人的小看法 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台机器 就是有点重 RELA100的胶卷已经停产这么多年了 说到这副产 我觉得对于富士厂家来说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它现有的胶卷它不停就已经不错了 就不要去想着说它复产了 对吧 基本上就是FUJIFILM可以把这个FILM可以给去掉了 当然了我也有看 在闲鱼上也确实还能逃到很多这种绝版的过期的胶卷 但是我总是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作为买家来看的话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胶卷之前的保存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 其实作为胶片玩家 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阶段 就是总觉得胶卷不够用 我们一直在囤一直在囤 总是生怕的时候我们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手中有一些比较好的胶卷 如果说在某一些时刻 我认为它值得去记录的话 就不如拿出去都拍了得了 因为这胶卷你要是不拍永远都放着呢 其实这胶卷也没有什么意义 哪怕你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你再隔个十年再隔二十年 它其实颜色也是会有变化的 可能它也不会给你提供太好质量的影像 那就不如活在当下 把那些重要的时刻都拿自己最有把握的 认为最值得的这个胶卷 把它都给记录下来 这可能要更有意义一些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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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